1941年的今天 日本珍珠港上千位美国士兵遇难 改变了美国 更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转列点 今年珍珠港纪念日当天 南加州各界选在二战的军舰 爱荷华舰上的举行了纪念仪式 甚至还有93岁高龄的生还老兵 也来到现场致敬 74年之前 日本袭击珍珠港造成2000多人遇难 而74年如一日 洛杉矶的民众聚集在爱荷华军舰上 缅怀珍珠港遇难者 在高昂的小号声中 洛杉矶港口的消防船 喷洒出高高的水柱 向珍珠港遇难官兵致敬 一旁还有生还老兵 久久地站在军舰上 举起颤抖的右手行李 尽管已经是93岁高龄 走路虽不方便 但他亲自前来 就是希望用实际行动 让年轻人不要忘记 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整场纪念仪式简短又隆重 表演者不光作诗表达对遇难者的敬意 还用悠扬的歌声 唱出经历二战苦难者的心声 对照12月初 震惊全美的 圣伯拉丁诺县枪击案 在这样的阴霾之下 呼吁和平的声音越来越强 东森新闻彭底 孟子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